2019年上半年 台湾航空业可说是风波不断 短短半年内 国内两大航空都有罢工的纪录 也让交通部长林佳龙 考虑对航空公司的航权进行检讨 不过明明是在谈论工作条件 怎么会冒出姿势体大的航权 刚好借此机会 向大家介绍所谓的航权 究竟是什么 航权基本定义 是指国际航空运输中 过境核运输的权利 最早可追溯于1944年 在芝加哥签署的芝加哥协定 该协定拟出了有两国 甚至是三国之间航空运输的规范 后续延伸出了九种航权 并沿用至今 第一航权又称领空飞越权 于是本国客机可以飞越甲国领空 前往目的帝国 如未签署第一航权就必须绕道飞行 时间与燃油成本相对会提高不少 目前第一航权几乎已是共用航权 但客机在穿越领空前 人必须先知会该国 并缴纳过路费 第二航权又称技术降落权 容许本国客机因技术上的需要 像是补给燃油 客机维修 信号转向等因素 同意在甲国降落 但不可上下乘客或货物 为非营运目的降落在甲国 目前飞机续航力 已比过往好上了许多 加上各国已逐渐开放领空 基本上都可以采取最深油 审时的方式抵达目的地 因此第二航权大多运用在货运客机上 第三航权为卸载权 指的是本国客机飞至甲国后 允许其在甲国让乘客下机和卸载货物 第四航权则为装载权 能将甲国当地的旅客和货物载回本国 基本上所有的直飞航线都依靠第三第四航权 这两个航权通常会绑在一起并同时签署 被视为航空公司最基本的营运权力 第五航权又称为掩远权 为现代航空业最重要的趋势 签署后容许本国航机在前往乙国时 先以甲国为中转站往返乙国 最后仍以本国为终点站 这途中所惊庭的每一站都可以上下客户 第五航权有非常多的例子 像是国泰航空香港飞台北再到东京的航线 有限航空的奥克兰洛杉矶至伦敦航线 以及库航的新加坡飞高雄再到大阪的航线 第六航权又称为桥梁权 容许本国航机分别以两条航线 接在甲以不同样国乘客及货物往返 但是途中必须经过本国 就像是一座桥梁串联这两条航线 早期台湾与大陆间无法直航 港楼航空就以香港为中间点 经营大陆香港这条台湾的航线 第七航权为完全第三国运输权 容许本国客机能经营甲国 往返乙国的国际航线 接算完成客和货物后 返回甲国而不是本国 第七航权的签署相当少见 因为该协定等同由 完全开放国际航线市场 连外籍航空公司 不过那有个著名例子 就是2004年欧盟实施的 单一欧洲天空政策 允许全员国之间互相开放航权 给英国的瑞恩航空 其在欧洲大陆有多个营运基地 可以经营法国非波兰 西班牙非捷克等往返航线 第八航权 又名境内运输权 允许本国客机抵达甲国后 能在往返甲国的另一个城市 最终仍以本国为终点站 途中京庭的美战都可以上下客户 概念类似于第五航权 不过这个第三地仍在甲国境内 过往日本亚西亚航空 就曾使用第八航权 营运东京成田至台北 再到高雄的航线 最后的第九航权 又成为完全境内运输权 允许本国营运甲国境内 不同两地间的航空客户运输 且不必返回本国 第九航权等于开放国内 航空市场别外籍航空 因此市场国家愿意签署 少数的例子 像是澳洲捷新航空 营运往返纽西兰威灵顿 和奥克兰的航线 如果想要获得更多 九大航权的相关知识 欢迎到各大书店 飞机馆门市购买 266起的世界民航杂志 电子书平台ZNIO也买得到